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第七章 华为基因 自动进化的秘密 这个时代前进得太快了 若我们自满自足 只要停留三个月 就注定会从历史上被抹掉 正因为我们长期坚持自我批判不动摇 才活到了今天 今年 董事会成员都是架着大炮 炮轰华为 中高层干部 都在发表我们眼中的管理问题 厚厚一大落心得 每一篇的发表都是我亲自修改的 大家也可以在新生社区上发表批评 总有部门会把存在的问题解决 公司会不断优化自己的 任正非 在公司2013年度 干部工作会议的讲话 第一节 商减 永远的狼群 热力学第二定律阐述了 自然界不可能将低温自动地传导到高温 必须有动力才能完成这种逆转 人的天性会在富裕以后怠惰的 这种自发的演变趋势现象并不是客观规律 人的主观能动是可以改变它的 我们组织的责任就是逆自发演变规律而行动的 以利益的分配为驱动力 反对怠惰的生成 民意 网络表达多数带有自发性的 我们组织却不能随波逐流 组织的无作为就会形成伤死 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提起商减 任正非为什么特别推崇商减的管理哲学 因为商减的核心价值就是激活组织和组织中的人 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概念 用来度量体系的混乱程度 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商增定律 一切自发过程总是向着商增加的方向发展 任正非把这个概念扩展到了社会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 我把热力学第二定理从自然科学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来 意思就是要拉开差距 由数千中间力量带动15万人的队伍滚滚向前 我们要不断激活我们的队伍 防止伤死 我们绝不允许出现组织黑洞 这个黑洞就是怠惰 不能让它吞噬了我们的光和热 吞噬了活力 小到个人 在致集体 社会 国家 大致地球 乃至宇宙 都逃不过最终一个死字 再挣扎也没用 人的衰老 组织的懈怠 这种功能的丧失便是伤增 但是 在这个必然的方向上 我们又可以做一些事情 延缓死亡时间的到来 人通过摄入食物来强身健体 组织通过建立秩序焕发活力 这就是伤减 那些 让我们从伤增变为伤减的事物 就是负伤 如物质 能量 信息 新的成员 新的知识 简化管理 它们是一些活性因子 2011年 任正非曾经举过一个吃牛肉的例子 你每天去锻炼身体跑步 就是耗散结构 为什么呢 你身体的能量多了 把它耗散了 就变成肌肉了 就变成了坚强的血液循环了 能量消耗掉了 糖尿病也不会有了 肥胖病也不会有了 身体也苗条了 漂亮了 这就是最简单的耗散结构 你们吃了太多牛肉 不去跑步 你们就成了美国大胖子 你们吃了很多牛肉 去跑步 你们就成了流响 都是吃了牛肉 耗散和不耗散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长期坚持这个制度 这就是伤减 对狼来说 吃胖了就跑不动 跑不动就捉不到猎物 捉不到猎物就是死 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肥胖的野狼 对个人来说 就是要通过锻炼来激活人体 不令它沉淀堆积 不然补充身体的能量 就变成了要人命的刀 对一个公司来说 就是要时刻保持活力 管理和制度不僵化 变僵化了 既能老化 队伍板结 其实就是变傻了 竞争对手就会暗喜 曾经有人给任正非提建议 华为硬建一个企业博物馆 把从第一代小交换机开始的产品等都放在里面 任正非没同意 一个高科技企业 绝不能对历史怀旧 绝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部里 那样就很危险了 有人统计过死掉的世界500强企业 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企业博物馆 专门展示企业的光辉历史 有了活力 公司就如同活水一样 会自动绕过大山的阻碍 主动填满坑洼的滴地 百转千回 终归大海 公司就有了自动纠错功能 可以随时修订战略 战术 随时提出建议 虽然很多只是碎片化的灵感 但这没有关系 决策层自然会提炼 给华为赚了大钱的数据卡业务 就是源于公司的接待陪同人员 听到沃达峰的客户偶尔问起 扶置心灵 于是有了华为数据卡 靠小灵通风头 一时盖过华为的中兴和UT斯达康 他们的弱点也是华为的一个普通员工发现的 华为采纳之后 很快就终结了中兴和UT斯达康的高利润 为拓展海外市场做的 近100个国家的国别商情调查和国际合同商务指导书 是公司投标办的员工提出来的 这让华为避免了无数的商业欺诈和损失 华为给运营商做的千元以下的智能定制机 是公司消费实验室的一个员工提出的 做出来后 运营商十分认可 重要的是 员工提出合理方案后 公司就会采纳 并将其推广 华为这30年 就是一边不停地跑 一边不停地改进 从不停下脚步 也从不停止改进 加入华为的新人 会时刻感受到华为的狼群氛围 蓬生麻中 不服自职 不知不觉中 成为一只狼 这就是华为的活力 有了活力 士兵碰到敌人就敢嗷嗷叫着冲上去 仅仅两三个华为海外人员就敢去非洲开辟一个新的销售区域 任正非就敢定下别的公司看得目瞪口呆的高目标 华为是有创造力的狼群 而不是没脑子的僵尸群 2018年4月 有记者采访任正非 提到近两年华为的狼文化提得少了 华为还会坚持狼文化吗 这时 华为刚刚公布了2017年营收业绩 形势一片大好 成绩非常耀眼 即便如此 任正非依然认为自己做得不好 2017年华为有一个活动 叫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 当时处理了不少高级管理人员 很多人都是降两级 任正非也是受处分对象之一 轮值CEO都被处分了 为什么 就是要以此来警戒 对于狼文化 任正非很肯定地答道 我们永远都是狼文化 可能有人把狼歪曲理解了 并不是我们女人化的原意 第一 狼嗅觉很灵敏 闻到机会拼命往前冲 第二 狼从来是一群狼区奋斗 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第三 可能吃到肉有困难 但狼是不屈不挠的 这三点对奋斗都是正面的 为了让华为 这只狼群保持体型 不变成只会哼哼的一群猪 任正非坚持华为不上市 一上市 就会有一批人变成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激情就会衰退 由奋斗者变成享受者 这对华为不是好事 对员工本人也不是好事 华为会因此增长缓慢 乃至队伍涣散 华为每年要招五六千新人 其中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用这些新鲜的血液来帮助华为保持血管通畅 又用末位淘汰制每年刷掉一批人 哪怕这些人里有一些其实做得很努力 业绩也不错 但身居末位便要被淘汰掉 公司虽然是拥有感情的人聚合起来的 但公司作为集体是没有生命的 血液停止流动 公司即告死亡 此外 又有大批的战略预备队充当了在后面追赶的恶狼 华为整体是狼 内部也是狼追狼 防止狼群退化 老狼精力不足时 新狼马上顶上去 整个狼群自然的新老交替 狼群生生不息 华为尊重历史上做出贡献的人 但绝不会因其过去的贡献 就放任其失位素餐 得位不配 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 在华为 至高无上的目标是 不顾一切的生存下来 是获得胜利 而不是平衡和脸面 一切有害于公司生存的人和行为 都必须被制止和驱除 在生存这个大问题面前 平衡和脸面不值一钱 甚至为了保持狼的战斗性 华为没有退休福利 它给奋斗员工在持续绩效条件下 保留获取投资收益的机会 绝不承担员工退休福利带来的压力 华为永远不会变成养老型的公司 2011年 徐志军发表了一篇 告研发员工书 直指研发人员的交气怠惰倾向 此篇被列为华为四大名著之一 非常有名 有趣的是徐志军的口吻与任正非的极其相似 如果说这篇文章是任正非写的 肯定没人怀疑 之前孙亚芳也写过类似风格的文章 可见华为高层思想和价值观之统一 告研发员工书 全文如下 公司研发是成功中的要素 不是唯一的要素 公司的成功是各种综合因素构成的 研发人员也不是天之骄子 不能要求别的部门对你过度的服务 公司研发人员的收入 支撑在食堂享受较好的膳食是没问题的 但总有部分员工通过各种渠道 在抱怨公司各基地食堂的菜价太高 我们的月平均标准为350元 且有部分干部也在为民请愿 我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员工已经是大人了 应该可以自己生活 可以不选择购买公司的行政服务 为民请命的干部不成熟 可以抽调去帮除三个月 以去实践他的建议 直到实现再回到研发岗位 我们研发人员不要做格朗台式的人物 一个连自己每天的基本生活 都不愿花钱保障的人 对别人的服务百般挑剔的人 怎么会有人喜欢 由于华为虚幻的光环 社会上有些女孩子盲目地喜欢我们的研发人员 他们真的了解吗 试问 与连自己的伙食费都舍不得花的人 在一起生活 你会幸福吗 那种对别人的服务百般挑剔的人 你受得了吗 不会挑剔你吗 不把你折磨死才怪呢 一个对生活斤斤计较的人 怎么能确保高效工作呢 格朗台式的人在公司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努力工作 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 同时也要理解为你服务的人 他们也要生活下去 不是你一人生活好 而不顾及别人 我们的研发人员要学会感恩 感谢为你服务的人 干部也不要随便把矛盾转移出去 学会管理员工的心理预期 你去帮助的这三个月 暂不降低你的工资 做不好再考虑 任正非的批示如下 此文写得何等好啊 希望研发及海外代表处的员工学习一下 你们都是成人了 要学会自立 自理 我们是以客户为中心 怎么行政系统出来一个 莫名其妙的员工满意度 谁发明的 员工他要不满意 你怎么办呢 现在满意 过两年标准又提高了 又不满意了 你又怎么办 满意的钱从什么地方来 他的信用卡交给你了吗 正确的做法是 我们多辛苦一些 让客户满意 有了以后的合同就有了钱 我们就能活下去 员工应多贡献 以提高收入 改善生活 我们的一些干部处于幼稚状态 没有工作能力 习惯将矛盾转给公司 这些干部不成熟 应调整他们的岗位 海外伙食委员会不是民意机构 而是责任机构 要自己负起责任来的 而不是负起指责来 国内后勤部门 要依照市场规律管理 放开价格 管制质量 全体员工 不要把后勤服务 作为宣泄的地方 确实不舒服 要找心理咨询机构 或者天涯网 对 想过安稳日子的员工 看到这两篇文章 会觉得扎心 对一只奋斗中的狼来说 这不过就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根本不会萦绕在其心上 正如徐志军所言 一个对生活斤斤计较的人 怎么能确保高效工作呢 所以 对于华为 不能从普通上班族的角度来看待 也不能以常理揣夺 一方面 给华为员工高工资和丰厚的分红 另一方面 任正非对单于享乐 又保持着强烈的警惕和反感 他很清楚 一个被享受腐蚀了的老员工 价值还不如一个刚刚走出校门 一无所有的热血大学生 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 他又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 他不是引导我们 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 华为已处于上升时期 他往往会时 我们以为八年的艰苦奋斗已经胜利 这是十分可怕的 我们与国内外企业的差距还较大 只有继续艰苦奋斗 长期保持进取 不甘落后的态势 才可能不会灭亡 繁荣的背后 处处充满危机 好意务劳 是人的天性 做商检 就要跟人的天性做斗争 永远保持奋斗者心态 访问美国硅谷的时候 任正非曾与一些年轻科技人员座谈 这些年轻人工作勤奋 不分白天黑夜 比任正非想象的拼命三郎还厉害 任正非问他们 这样干能干一辈子吗 他们回答说 现在社会技术进步得太快 不拼就注定是死路一条 很残酷 但是你不对自己残酷 你的后半生就会对你残酷 在这个年代 你永远摆脱不了 越来越快的技术进步的压力 和生存的压力 花钱月下 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以前传统工业的生存方式 那时有一项产品 可以保证企业活20年 而现在 三个月前世界领先的 今天就可能无人问津 任正非曾和一些美国 欧洲公司的创始人一起聊天 发现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论付出的辛劳代价 美国人不比中国人少 任正非感慨真正想做将军的人 是要历经千辛万苦的 绝不会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落后了几百年 华为想要短期内追上 除了拼命 别无他途 华为的创业史 就是一步追赶史 超越史 销售人员敢拼命 研发人员不怕辛苦 敢坐穿山甲 凿穿大衫 华为的好多技术 都是从零开始创造 在一张白纸上做出世界名画的 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 他们敢超近道 直接瞄准更有竞争力 具有差异化的 面向未来的产品方案 不超过有伤不罢休 绝不做苟且方案 定下目标后 就算面临再大的困难 他们也会千方百计 想办法解决 这种决心和行动力 在华为的研发部实属常态 是华为特有的企业文化 微波研究就是这样 最初 华为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只能靠卖别人的产品 成本高 并且带宽小 于是华为下决心自己做 2007年 华为到米兰投标 沃达峰的项目 被沃达峰的负责人 毫不留情地批评 你们的产品指标 没有竞争力 你们的产品 更像是临时拼凑的方案 没想到 一年后 华为微波团队 就拿出了 让沃达峰 感觉不可思议的满意产品 凭借 技术创新上的优势 如今华为微波 已经是世界第一 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产品及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 服务于全球前50的运营商 及广电 电力 政府 能源 交通等多个领域 IP芯片也是如此 从10G 20G路由器向40G路由器业进时 华为研发团队采用了全新的架构和算法 以及最新的半导体工艺 由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到2009年 掌握了核心技术的40G IP芯片 被研制成功 一年内 他们又做出了集群路由器 成为世界上第三家能做出集群路由器的公司 2013年 400G路由器开始商用 技术上比友商提前了一年半 进入了无人区 2016年的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华为展出了世界上最快的2T路由器 GSM系统是这样 GSM多载波技术是这样 Single天线同样如此 在做方案时 研发人员坚决不肯苟且 在现有的基础上稍作改动 以求尽快推向市场 而是瞄准业界最佳 五年时间 华为天线又成了领导者 华为第二代软平台便是在第一代基础上进行的颠覆性研发 采用全新架构 力求领先友商五年 几百人的几百个日日夜夜过后 2007年 第二代平台顺利问世 就在第二代平台遥遥领先与友商的时候 华为研发又开始急自己的命 做新一代云化平台 其实 华为的第一代软交换平台 是在研发犯了严重的错误后才启动的 这一错误 差点要了华为核心网的命 2001年 华为研发推出了新一代综合交换机iNet 这是几百个研发人员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奋斗出来的成果 没想到 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 不是源源不绝的订单 而是客户痛心疾首的批评 华为根本不懂新一代电信网络 竞标失败 不能被客户接纳入网 被客户抛弃的现实 其实霍根早已埋在华为研发人员的 骄傲自满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上 他们固执地认为基于ATM的综合交换机才是客户需要的 在与客户的沟通中 不仅反对软交换的眼镜方案 甚至对客户的决策进行抨击 令客户大失所望 实际上 基于IP的软交换才是正解 深陷在技术推动泥潭中的华为研发屏蔽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一厢情愿地向客户应推iNet 直到被客户失望地抛弃 他们才猛然惊醒 好在华为还是那个年轻有勇气的华为 他们调整了战略方向 决定基于IP重做平台 重新回到以客户为中心 到了2003年 华为的软交换平台终于成功 后来居上 再次大幅度超越了友商 最后 华为的核心网成为全球第一 正是有了18万敢于拼命的华为人 才有了现在的华为 才改变了国外对于中国科技企业落后 低端和中国商品价廉至低的不良印象 任正非曾经用乌龟预言来要求华为人 而狼和乌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 结合在一起 截然不显得冲突 古时候有个预言 兔子和乌龟赛跑 兔子因为有先天优势 跑得快 不时在中间喝个下午茶 在草地上小气一会儿 结果让乌龟超过去了 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 25年来 爬呀爬 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 忘了经济这20多年来一直在爬坡 许多人都成了富裕的阶层 而我们还在持续艰苦奋斗 爬呀爬 一抬头看见前面矗立着龙飞船 跑着特斯拉那种神一样的乌龟 我们还在笨拙地爬呀爬 能追过他们吗 乌龟精神被预言赋予了持续努力的精神 华为的这种乌龟精神不能变 我也借用这种精神来说明华为人奋斗的理性 我们不需要热血沸腾 因为它不能点燃为激战宫殿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 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一切要以创造价值为基础 在中国 乌龟是慢和保守的代名词 而保守又是贬义词 近现代以来 激进就成了中国的主流意识 大家都很着急 恨不得几年内就赶上美国 英国 日本 俄罗斯 一切都是一块到底 这种心态在如今的生活中依然处处可见 是很多人的常见心态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 一切都急 恨不得今天有个互联网创业模式 明天获得投资 后天就IPO 大后天就推向全球 太急了 太多人以快为好 喜欢大而耀眼的事物 喜欢面子上的东西 喜欢幻想 空想 不停地追逐热点 不能把全部精力 用于踏实做事 任正非就曾号召学习日本人 和德国人的扎实工作态度 在GDP总量上 日本 德国虽然早已被中国超越 似乎中国之后就可以俯视日本 德国了 其实不然 日本 德国的企业质量 员工素质 都要优于中国 值得中国企业继续学习几十年 而且 美国并没有变得衰老 新的世界级企业正在不断诞生 从谷歌 亚马逊 Facebook Twitter 到特斯拉 美国正焕发着强大的生机 我们要证实美国的强大 它先进的制度 灵活的机制 明确清晰的财产权 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 这种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 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创新 挤压 紧喷 硅谷那盏不灭的灯 仍然在光芒四射 美国并没落后 它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特斯拉不就是例子吗 我们追赶的艰难 绝不像喊口号那么容易 口号连篇 就是管理的浪费 所以 任正非认为宁可步子卖得小一些 宁可显得保守一些 哪怕是被人嘲笑也无所谓 因为承担企业生存压力的人是他 而不是那些嘲笑他的人 大可不必为了别人善意地劝解 或者恶意地嘲讽 而改变自己的步调 节奏 2016年 任正非再次提醒 人力资源政策要朝着商减的方向发展 各部门的循环赋能 干部的循环流动千万不能停 因为停下来就沉淀了 就有了惰性 就不可能适应未来新的挑战 预备对方式的漩涡越旋越大 把该卷进来的都激活一下 这种流动有利于商减 使公司不出现超稳太惰性 什么时候 进入了超稳定 什么时候 华为认为自己不需要改进 什么时候 华为觉得可以停下来 舒舒服服地待着 华为也就离死不远了 在2007年华为离职在上岗事件之前 任正非曾在华为内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道酬勤的文章 任正非写道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企业 是难以长久生存的 而我们现在有些干部 员工 沾染了焦焦二气 开始乐道与享受生活 放松了自我要求 怕苦怕累 对工作不再兢兢业业 对待遇斤斤计较 这些现象 大家必须防危度见 不能改正的干部 可以开个欢送会 这篇文章被称为这场集体辞职事件的前奏 2007年10月 5100多名在华为工作满8年的员工 以个人名义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 按照N加义方案 这批员工自愿辞职后 华为将支付高达10亿元的赔偿金 与此同时 华为将有选择性地 与自愿辞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薪酬略有上升 很多人只看到了自愿辞职 却没看到10亿元的赔偿金 之所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保持公司的狼性和奋斗精神 认证非宁可要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也不愿意要一个意志消沉 浑浑噩噩度日的老员工 2017年2月24日 任正非在泰国与地区部负责人 在尼泊尔与员工座谈的讲话中 回应了员工34岁要退休的传言 网上传有员工34岁要退休 不知谁来给他们支付退休金 我们公司没有退休金 公司是替在职的员工买了社保 医保 意外伤害保险等 你的退休德合乎国家政策 你即使离职了 也得自己去缴费 否则就中断了 国家不承认 你以后就没有养老金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问西藏 玻利维亚等战乱 瘟疫 地区的英勇奋斗员工 征集他们愿不愿意为你们提供养老金 因为这些地区的奖金高 他们爬兵卧血 含辛如苦 可否分点给你 华为是没有钱的 大家不奋斗就垮了 不可能为不奋斗者支付什么 三十多岁年轻力壮 不努力 光想躺在床上数钱 可能吗 此话一经发出 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任正非平易近人吗 是的 员工眼中的他非常亲切 很暖心 任正非见谁都是讲骨劲的话 好好干 未来很好 公号63号的孙静静 回忆起最初的那段打拼岁月 他记性非常好 很多人见过一次 第二天马上能叫得出名字 晚上加班 他会亲自数人头 安排司机去采购面包 牛奶和夜宵 发给加班的员工 对于海外开拓人员 任正非系知道 把文字摇手的事情 都考虑进去了 我们要把公共区域 如食堂等的消毒做起来 宿舍可以安装紫外灯 员工出门的时候 把紫外灯开着 晚上回去就关了 紫外线可以杀菌 包括埃博拉病毒 有人说怕蚊子 怕孽己 为什么不给每个人买个大蚊帐呢 可能有一些年轻人睡觉不老时 手会伸出床外去 可以把蚊帐做大一点 晚上把蚊子赶进后 再把蚊帐放下来 但是他又能狠心赶走员工 毫不留情 究其原因 只能用商简和狼文化来解释了 第七章 华为基因 自动进化的秘密第一节 商简 永远的狼群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二节 费腾的大锅 任正非的用人之法 第二节 费腾的大锅 任正非的用人之法 一个人进了华为 大概会觉得自己是一粒 掉进费腾大锅里的米 不断上下翻腾 在华为 这是常态 一个华为员工曾代表公司 跟爱立信等公司谈3G合作 爱立信的人说 他们最佩服华为的 就是华为人能上能下 如果一个项目 谈判得不好 半年内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人 这在爱立信可行不通 在华为 越是骨干 越是折腾得最厉害 想一路顺畅地升上去 是不可能的 今天你是部门总裁 明年可能就会成为 区域办事处主任 后年可能又被派到 海外开拓市场 平均每两年变动一次 所谓烧不死的才是凤凰 不能做到能上能下 不能平淡看待极其挤落 就注定无法承受身为领导者的沉重压力 无法通过市场磨难的洗礼 也就无法带领部门向前 任正非要的是花钢石 不是海绵 夏马威从新人移入公司就开始了 任正非亲自撰写的《智新员工书》 里面充满了任正非对于人才培养的独特思维 实践改造了人 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 您想做专家吗? 一律从工人做起 已经在公司深入人心 进入公司一周后 博士、硕士、学士 以及在内地取得的地位均消失 一切凭实际才干定位 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 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 不屈不挠地前进 不惜碰得头破血流 不经磨难 何以成才? 公司永远不会提拔 一个没有基层经验的人 做高级领导工作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每一个环节对您的人生 都有巨大的意义 您要十分认真的去对待 现在手中的任何一件工作 积累您的记录 要尊重您的现行领导 尽管您也有能力 甚至更强 否则将来您的部下 也不会尊重您 要有系统 有分析地提出您的建议 您是一个有文化者 草率地提议 对您是不负责任 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特别是新来的 不要下车一时 哇啦哇啦 要深入地分析 找出一个环节的问题 找到解决的办法 踏踏实实地一点一点去做 不要划重取宠 各司其职 各安其位 底层只能务实 绝对不许勿虚 这是任正非在 至新员工书里隐含的意思 一个人做好了他的本职工作 才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两点相应的看法 务实的任正非特别讨厌 不了解情况 就夸夸其谈的人 曾经有个刚入公司的员工 发现了很多问题 包括华为战略层面的 于是给任正非写了一封万字长信 洋洋洒洒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任正非看过信 回复道 此人如果有精神病 建议送医院治疗 如果没病 建议辞退 任正非经常会收到一些员工 写给公司的大规划 他都给扔进了垃圾桶 他绝不相信 一个底层员工 可以洞悉公司的战略规划 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提议 一般人 是很难适应这种折腾的 也很少有企业 会这么动来动去 就像一个不断转动的巨大魔方 这口沸腾的大锅 淘汰了很多不能适应的人 里面包括很多人才 乃至天才 李玉卓离开华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三番五次被任正非调动工作 而且在新的工作环境中 他往往是光感私令 甚至一连两个月 连个秘书都没有 他也不清楚新岗位 到底是做什么的 让他难堪的是 有一次他跟任正非散步 任正非突然跟他商量 让他去杭州办事处 做行政助理 一个执行副总裁 年纪那么大 突然去做办事处行政助理 简直就是一扁到底 李一南离开华为 除了受不了任正非的暴脾气 要争口气 证明自己 跟任正非在技术发展方向上 有分歧之外 也有他的职位变动的原因 被分配到墨贝克 让他觉得自己是被流放发配 于是心生趣意 这样的例子很多 新人进入华为 直接就面临 是否服从职位调动安排的难题 但是留下的 都是能够接受华为模式 能够跟得上节奏 愿意追随任正非 去征服世界的人 会很自然地融入华为这个集体 经过千锤百炼 忠诚金刚 有了圣不骄 败不乃的强者心态 此后就可以独当一面 这才是真正的可用之才 所以 在华为敖资历 大概是最没希望的升迁之路 如同一支军队 有的将领善攻 有的善守 有的善奔袭 有的善死战 但有一种将领是很难 被称为合格将领 那就是胜则得意忘形 败则一蹶不振 相应的 士兵中也有的只能打顺风仗 顺风时杀气冲天 连老虎屁股都敢摸 战况 不利则掉头就逃 魂飞魄散 这样的军队不能用来打仗 延维持治安都不行 大概只能用于管理俘虏 任正非需要的 不只是能打胜仗的队伍 更是能打硬仗 败而不愧的队伍 这样的队伍只有一种理念 那就是胜利 他们可以校队成功 再接再厉 可以不惧失败 支持后勇 他们不是天生的强者 但是他们有不断超越的强者心态 忠诚英雄 2016年 任正非在华为战略预备队建设汇报大会上 提出研发要每年输送2000人上前线 这些优秀人员经过两三年的战火熏陶和考验 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就深化了 回来做产品领导 接地气了 团队对合作是华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拼死相救 要有明确的集体主义观念 华为是狼群 而不是单只狼的数字堆积 所有的狼必须有统一的思想 统一的方向 统一的领导 统一的步伐 否则就没有战斗力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 用打仗来描绘集体主义 打上甘领的时候 没有你们的项目 都是我们的项目 说你们的人 我要问一下 你做了什么贡献 你冲上去没有 开了枪没有 上过战场没有 流过血没有 没有 你就下去 要身临其境 做一个战斗员 不要做一个站在岸上的专家 以后评审项目的时候 就放到游泳池去评审 有深水区和潜水区 当他在站在旁观的角度说 你们的项目时 就把他推到深水区去枪一下 不能老在岸上说闲话 胜则 即恨嘲弄 败则 见死不救 甚至在普通的公司中 不过是小小的部门利益之争和个人利益之争 这十二个字也是常见现象 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拼死相救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何其艰难 华为能够将其贯彻到基层 足显任正非的高明 有了集体主义基础 华为才能派出无数贴近前线的铁三角 将公司的力量尽量充实到一线去 这个铁三角 通过公司的平台 及时 准确 有效地完成一系列调节 调动力量 看似前方只有几个人 实际上后方有数百人在网络平台上给予支持 就像现在的高科技战争 一个班长就可以呼叫炮火 这就是班长的战争 就是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呼叫炮火 铁三角的领导 不光要有攻山头的勇气 而且 英雄怀全局 胸有战略 因此就有了少将连长的提法 以此来突出连长的重要性 有了后方的炮火支持 这个铁三角 就不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草莽英雄 而是集团军派出的特种部队 就敢去开辟新天地 第二节 沸腾的大锅 任正非的用人之法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三节 从泥坑里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 批判与自我批判 在中国企业界 乃至世界企业界 号召员工不停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 有这种审慎的反省自觉精神的公司 估计只有华为 反攻内省 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 中国人沉稳勤劳 往往又骄傲自大 耐性不足 务须多过务实 1934年 林语堂先生写了一部《无国与无民》 里面提到了中国人的十五种国民性格 一 稳健 二 单纯 三 酷爱自然 四 忍耐 五 消极闭适 六 超脱老华 七 多生多育 八 勤劳 九 节俭 十 热爱家庭生活 十一 和平主义 十二 知足常乐 十三 幽默滑稽 十四 音寻守旧 十五 单于声色 快一百年了 这些标签依然稳稳地贴在中国人身上 尤其有了互联网 民众眼界大开 自我约束力降低 个人主义膨胀 受不得批评 自我批评更是显见 任正非非的看法比林语堂先生更激烈 中国人一向散漫 自由 富于幻想 不安分 喜欢浅尝辙止的创新 不愿从事枯燥无畏 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 不愿接受流程和规章的约束 难以真正职业化地对待流程与质量 在华为 自我批判不是一个虚幻的口号 而是持之以恒的制度和文化 是融合在华为血液中的基因 如果不能理解并认同这一点 就无法理解 华为为什么可以自动进化 任正非说 自我批判是拯救公司最重要的行为 世界上只有那些 善于掌握自我批判的公司 才能存活下来 世界是在永恒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 如果不坚持自我批判这个原则 华为绝对不会有今天 没有自我批判 华为就不会认真听取客户的需求 就不会密切关注 并学习同行的优点 就会以自我为中心 很快被淘汰 批判与自我批判 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华为的活力 自我批判不是要洗脑 洗脑对华为来说没什么用处 不管哪个行业 被洗了脑的人都会变得智商下降 变得执着又呆头呆脑 让人生厌 是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上一线的 他们一定会坏事 能够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又有干劲 才是华为需要的人才 就算赶死对 也要有头脑 灵活畸变 而不是绝望的自杀式冲锋 自我批判 是要让华为人不断提醒自己 不断改进 不断向前跑 要跑得比别人快 不是变傻子 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都是在磨难中百炼成钢的 矿石不是自然能变成钢 是要在烈火中焚烧去掉渣子 思想上的煎熬 别人的非议都会促进炉火熊熊 缺点与错误就是我们身上的渣子 去掉它 我们就能变成伟大的战士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 找到许多另名不忠的例子 那些曾经创造辉煌事业的人 却在人生的下半场 变得骄傲自满 得意忘形 企业家精神消退 继而事业迅速败落 当事人悔不当初 那些丧失自我批判的意愿 丢掉自我批判武器的大公司 照样会摔下来 而且摔得更惨 尽管他们当初也是以奋斗为起点 在创业过程中 时刻以客户为中心 大力投入研发 有着先进管理模式 独霸世界手机品牌第一宝座 整整14年的诺基亚手机 就是因为长久的顺境 丧失了自我批判的动力 结果成了100分的输家 被微软收购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的CEO埃洛普举丧又伤感地说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还是失败了 2010年 借助新奇的互联网营销模式 陈年的凡客成品成为现象级的热点 接连完成五轮融资的陈年 在资本的猛推下 躊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出自己将来的目标 我希望将来能把LV路易威登收购了 一年的时间 他就以吹气球般的速度 从单一的男士T恤 帆布鞋等产品销售平台 膨胀到产品达19万种的电商平台 连菜刀和拖把都瘦 2011年 凡客巨亏6亿人民币 诺基亚如此 凡客也是如此 无数失败的公司都是如此 就连华为自己 认证非实时敲打警醒 依然挡不住奋斗精神的 飞速消退 2000年 华为已经崛起 很多华为早期员工 却在怀念创业时期的良好氛围 感慨今不如稀 以前公司内部有很好的氛围 大家都是真正以公司为家 没有一点私心 那时 虽然条件很艰苦 大家收入不高 但是士气很高 充满了奋斗的激情 后来条件逐渐好起来了 大家收入也高了 可是那种奋斗的冲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似乎在退化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华为人的士气已经大大低落 如果将来华为出问题 肯定是出在这上面 华为30年 取得的成绩 确实是惊人的 但它犯下的错误 也是数不胜数 各种判断失误 各种管理失误 各种浪费 各种折腾反复 华为也因此流失了许多人才 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公司 关键是能否少犯错误 能否同样的错误 不犯第二回 能否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从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 到从泥坑里 爬出的人就是圣人 华为一直在自我批判 正是这种自我纠正的行动 使华为这些年健康成长 没有批判与自我批判 或许华为在1996年 就自我膨胀 把自己压死了 没有批判与自我批判 或许华为 在2000年后的冬天 就冻死了 没有批判与自我批判 或许华为在2011年的 消费者业务上 就狠不下心来 布了联想 酷派的后尘 2000年 华为研发体系 举行过一个万人规模的 呆死料大会 大会的标题 就是从泥坑里 爬起来的人 就是圣人 在现场 任正非 把由于工作不认真 测试不严格 盲目创新 造成的大量废料 以及研发 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奔赴现场 救火的往返机票 成乡成河的包装成特殊的奖品 发给了研发系统的几百名骨干 这太富有认正非风格了 只有他才会如此不顾情面 大张旗鼓 他甚至建议 得奖者将这些废品 报回家去 与亲人共享 他的思考模式是 华为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 尽管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但也充塞着幼稚和自傲 我们的管理还不规范 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 才能使我们尽快成熟起来 我们不是为批判而批判 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 而是为优化和建设而批判 总的目标 是要导向公司整体核心 竞争力地提升 而当天用几百份丢脸的奖品 就有希望换来研发系统的巨大成长 研发系统 这次彻底剖析自己的自我批判行动 也是公司建设史上的一次里程碑 分水岭 他告诉我们经历了十年奋斗 我们的研发人员开始成熟 他们真正认识到奋斗的真谛 未来的十年 是他们成熟发挥出作用的十年 而且这未来的十年 将会有大批更优秀的青年 拥入我们公司 他们在这批导师的带领下 必将产生更大的成就 公司也一定会在未来十年得到发展 现实 却如任正非所言 华为研发确实做到了 而且做得更好 2018年1月17日 任正非签发了一份 对经营管理不善领导责任人的问责通报 任正非自罚100万元 郭平、徐志军、胡后坤各罚款50万元 同时 华为常务董事李杰也被罚款50万元 并通报公司全体员工 原因是海外一些代表处 发生了经营质量事故和业务造假行为 公司管理层对此负有领导不利的责任 之后 在人力资源2.0总纲第二期研讨班上 各级管理者在开放性的讨论中 炮轰创始人人正非 列出了整整十大罪状 一 人总的人力资源 哲学思想是世界级创新 但有的时候 指导过深 过细 过急 H2体系执行过于机械化 僵硬化 运动化 专业力量没有得到发挥 例如 海思的一些科学家因为比例问题必须打C 结果这些人离开公司 就被人家抢着聘为CTO 而且做得不错 现在 H2管得太细了 条条框框太死了 各级主管对人力资源的有些政策怨声载道 尽人皆知 但H2基本是视而不见 H2 不要过早否定新的事物 对新事物要抱着开放的心态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这几年 任总强调聚焦得多 收得多 对一项新技术 新事物 在没有看清楚之前否定的多 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老板讲话都是公开的 因为老板的个人影响力和个人威望太高了 员工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灭火 老板讲完人工智能 员工们赶紧要跟诺亚方舟的专家谈 不是这么回事 老板关于H2 H2的讲话讲完 员工们要跟H2 H2团队的专家去解释 关于自动驾驶 扎君那里也做了研究 也需要去解释 老板原来讲话还是内部发 现在是全社会都能看到 老板这样讲了 底下人还怎么吸引人才 专家说你要我来干啥呢 人工智能 H2 VR 自动驾驶等领域都很难吸引业界优秀人才 三 工资 补贴 奖金 长期激励机制等价值分配机制 需要系统梳理和思考 公司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就是传统业务的一些管理者 职级虚高 薪酬福利虚高 出去后 找不到薪酬相当于现在每年交税额度的岗位 而新业务的核心骨干 大量被人家挖墙角 人家只挖最佳时期 做出最佳贡献的年轻人 华为很被动 华为H2政策上 不深入实际 不了解业务 不重视专家 不重视新人所造成的大水漫灌 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也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 华为管理者和H2体系都需要反思 四 不能把中庸之道用到极致 灰度 灰度在灰度 妥协 妥协在妥协 从任总的哲学思想来说 任总一直推崇英国的改革 不推崇法国的大革命 认为改革比革命好 建设比破坏好 任总这几年对公司变革的态度 一直是提倡多改良少革命 多做增量性变革 导致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 公司上上下下中庸之道 用的太极致了 灰度 灰度在灰度 妥协 妥协在妥协 人人都知道要改革 不改不行 但多年来是 讨论 讨论再讨论 一直没改成 5 干部管理 要在风险和效率上追求平衡 总的看来 华为在干部的矩阵管理过于复杂 干部管理未来要在风险和效率上追求平衡 需要重新梳理 干部管理的权力分配 6 要重视专家 强化专家的价值 对于专家在组织中的价值创造地位 以及价值分配 过去有段时间是被相对矮化的 现在不少专家都有恐惧感 困惑感 专家看到一个方向 主管经常用Y质疑他 而不是用Why not鼓励他 总是这样下来 专家被打压的不说话了 或努力证明领导是对的 7 反思海外经历适用的职务范围的问题 由于强调之自行发展 强调海外经验 华为的SPDT经理进行了多轮循环 现在去看 当前绝大部分 SPDT经理都是白发丛生 都是40多岁 缺乏朝气 没有什么年轻人 因为年轻干部 没有海外经验 不能提白啊 这样下去 会扼杀了真正有理想和梦想 做好产品的优秀年轻的产品经理 按华为的 条件 雷军就不合格 因为他没有海外经验 乔布斯也有问题 他从来没来过中国 实事求是 从结果来看 市场回流的SPDT经理 子产品线总裁 甚至产品线总裁中 相当部分的人做得不好 八 不能基于汇报内容 汇报好坏 来否定汇报人员 或肯定汇报人员 当前 汇报成为干部升迁的关键环节 我们不否认汇报是重要的沟通工作方式 也是了解干部的渠道 但高级管理者 特别是老板 轮值 不能基于汇报内容 汇报好坏来否定汇报人员 或肯定汇报人员 不要因为一次汇报 就轻易否定一个干部 也不能因为一次汇报 就给一个干部快速升职 甚至跳级升职 我们要坚持战场选干部 杜绝紧凭汇报选干部 九 任总的很多管理思想 管理要求只适用于运营商业务 不能适用于其他业务 任总的一些管理思想 管理要求只适用于运营商业务 不能适用于其他业务 也就是说 任总的很多话 要加定于运营商直销业务 盲目要求其他业务 适配不合适 甚至可能是一个灾难 十 战略预备队本来是中央党校 但由于实际运作执行问题 结果变成了武器干校 过去一年 战略预备队运作过程中 确实有不少问题 脱离业务实际 训战效果差强人意 预备队的入队和离队机制 没有与优秀人才推荐和干部任用衔接 队员出队困难 一线闲职极高 用处不大 不愿意借 不少队员感到彷徨 这些问题不能回避 任总在讲话中 有的时候把战略预备队和资源池混为一体 这就造成了不小的混乱 在不少人心目中 战略预备队被理解为荣于人员的缓冲池 污化了战略预备队的战略作用 战略预备队本来是中央党校 但由于指导思想和实际运作执行问题 结果变成了武器干校 从机制上来说 未来的战略预备队还是回归原本的定位 要变成中央党校 去学习了要有好处 至少认为这个人去战略预备队是有前途的 这十条批评非常辛辣 其中一些内容只指任正非的核心思想 对老板都能这么放开批评 那么自上而下 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 就层层顺利贯彻下去了 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 独此一家 面对批评 任正非坦然面对 自信十足 如果一个公司真正强大 就要敢于批评自己 如果是摇摇欲坠的公司 根本不敢接仇 正所谓皇者生存 不断有危机感的公司 才一定能生存下来 某天花为人不愿自我批判 人人歌功颂德 上吹下捧 一团和气的时候 危机恰恰就要降临了 第三节 从泥坑里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 批判与自我批判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八章 我的世界没有第一 2018年后的任正非和华为第一节 30年大限 辉煌中的危机 第八章 我的世界没有第一 2018年后的任正非和华为 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 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 其深度和广度 我们还想象不到 华为现在的水平上停留在工程数学 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 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 随着逐步逼近相农理论 摩尔定律的极限 而对大流量 低延时的理论 还未创造出来 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 找不到方向 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 没有理论突破 没有技术突破 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 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 处于无人领航 无既定规则 无人跟随的境地 华为跟着人跑的 机会主义高速度 会逐步慢下来 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2016年5月30日 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报告 第一节 30年大限 辉煌中的危机 2017年 华为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艳 担任正非仍不满意的答卷 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6036亿元 同比增长15.7% 净利润475亿元 同比增长28.1% 营收 净利润双双上升 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世界500强 企业排名第83位 2018年最近排名72位 比2016年上升46位 唯一入围Interbrand 2017年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的中国大陆品牌 位列第70位 专利申请雄具2017年全球榜首 相比之下 阿里巴巴营收1583亿元 腾讯营收2377.6亿元 百度营收848亿元 中兴营收1088亿元 小米营收1146亿元 华为的营收再次超过Bet 百度加阿里巴巴加腾讯总和 是他们的1.25倍 华为的经营性现金流 从2016年的492.18亿元以下增长到963.36亿元 几近翻了一番 表明华为的财务是很稳定的 震撼之余 对比2016年的数据 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 1.华为2017年营收利润率实现了微增 达到9.3% 不过对比上面的Bet 华为的利润率并不高 阿里巴巴的净利润率为36.5% 腾讯的为38% 百度的最低也有22% 总利润计算下来 Bet是华为的3.5倍 难怪很多年轻人倾向于去Bet 便是因为Bet利润率更高 发展空间更大 苹果手机的盈利就更吓人了 456.91美元 利润率21% 是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而且这项桂冠苹果已经带了好多年 2.华为三大业务中 运营商业务占比下降到了49.3% 增长幅度最小 仅为2.5% 要知道2016年增长率为23.6% 也就说2017年增长基本停滞 始于2013年的大规模4G网络建设 到2016年已经基本完成 开始了空窗期 受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 四颗利润下降了11% 爱立信甚至亏损44.76亿美元 不管是运营商还是通信设备商 都在等待5G的到来 但5G能否立马带来商业上的爆发和巨额利润 还要拭目以待 但所有人都不敢懈怠 都在咬牙投入 从2G到3G 从3G到4G 历史再次重复上演 3.2.2017年 华为的净利润增长28.1% 相比2016年仅为0.4%的增长率来说 可以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主要得益于运营效率的提升 销售与管理费用率下降了1.2% 总期间费用率下降了1.1% 近几年 华为手机投入很大 但盈利不佳 受到了认证非的批评 2017年 终端业务终于翻身 打了个漂亮仗 4.中国市场的营收 自2005年后 首次超过了国际市场 占比50.5% 华为在北美收入缩水 同比下滑了10.9% 北美是全球板块中 唯一负增长的地区 而且 华为手机借到AT&T 进入美国的努力 在最后一刻被美国政府硬声声喊停了 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华为手机短时间内难以进入美国 虽然华为立下目标 华为手机要在2020年超过三星手机和苹果手机 成为销量世界第一 公司整体营收要超过1500亿美元 但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在没能打开美国市场大门的情况下 需要每年同比增长17% 超过2017年15.7%的增长率 华为手机所寄希望 除了华为即将在2019年推出的支持5G技术的麒麟芯片 以及支持5G技术的智能手机 便是继续抢占在3000至5000元价位的市场 5000元以上的市场由苹果和三星把持 国产手机在3000至5000元范围内空白还很大 这将是华为手机持续发力的市场 将来 华为手机要向5000元以上的高档手机冲刺 挑战三星和苹果 如今 全球手机市场饱和 碰到天花板已是事实 5G技术应用于手机带来的大规模换机潮恐怕不会到来 华为手机的利润增长点在于抢夺三星和苹果的市场份额 以及5G后可能爆发的平台应用的分成 对于5G到来的影响 任正非持着很谨慎的态度 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 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 我们投入进去意义就没有那么大 因此 5G可能被炒作过热 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 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 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 现在能有几台车在无人驾驶 其实 轮船 飞机等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 但是如果飞行员不上飞机 乘客赶上飞机吗 就是这个道理 系统工程不是有一个喇叭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华为在努力追赶苹果和三星 小米也在试图超过华为 恢复元气后 2017年小米手机迅猛爆发 增长速度惊人 虽然小米手机是以终端机和入门机为主 但也不可不防 华为的另一个增长点是企业服务 现在企业服务的占比只有区区的9.1% 但增长率达到了35.1% 非常迅猛 华为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万物感知 万物互联 万物智能的开放的云平台 并且与手机终端业务相连 这里面就有巨大的机会 近几年来 各个领头的企业都在抓紧提前布局 迎接下一个互联网的高潮 主导大众的生活和娱乐 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都是如此 拼命扩张 试图抓住各个潜在的爆发点 华为也不甘落后 早就开始在云计算 光传书 人工智能 智慧网络 高级算法 智能终端 高清图像等前瞻领域布局 并加大战略投入 瞄准机会窗口 纵向发展 横向扩张 为未来30年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任正非的看法是 基于人与人 物与物 人与物之间的智能互联 整个世界正在迈向全新的旅程 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为特征的工业革命4.0 正在发生 全连结的智慧时代驱动新商业文明 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进程中 华为的战略定位是 做多连接 称大管道 全面云化战略 从设备 网络 业务 运营四个方面全面改造 ICT基础网络 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引领云时代 华为的新愿景与使命是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对于云计算 华为不做业务内容 只做一个基础平台 这个基础平台 就像东北的黑土地 谁都可以来种庄稼 大豆高量平安城市汽车 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万多亿美元网络存量的传输交换 把它转换成平台 让所有的庄稼成长 这是任正非的一个远大构想 2018年年初 华为战略部门发文称 在未来一年中 车联网将会是华为公司的战略重点 华为立志成为全球车联网的老大 这是巨大的机遇 也存在巨大的风险 战略投资稍有偏差 或许就会错过下一个增长点 虽然华为有个大概的方向 但具体哪个点会爆发 谁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是在大雾中纵马狂奔 明知前方有危险 但根本无法勒马 只能闷头猛冲 等爆发点出现 在巨额风险资本的扶持下 一个新巨头可能在几年内就拔地而起 彻底颠覆原有格局 从华为内部来说 研发部门以客户为中心的精神正在退化 各种管理问题依然层出不穷 大企业病相当严重 效率低下 傲慢自大 存在各种鄙视链 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刚要2.0的出台 就是要先炮轰 然后一点点改革 孔令贤 知识青年 技术控 华为进入OpenStack社区第一人 OpenStack社区 Core Member和新会员 他在个人技术博客上发表专题博文150余篇 成功带领一支思想开放 融入开源社区并能够将开源和商业成果相结合的精丁团队 支撑华为成为OpenStack金牌会员 所带团队中有两名成员被评选为OpenStackCore Member 因贡献卓越 2014年孔令贤被公司破格提拔升级 从14技术级跳到技术17级 这样的优秀技术人才却在团队管理 业务扯皮 以及无休止的会议中 已经丧失了静心做技术的心 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了 第二年 孔令贤离开了华为 两年后 华为新生社区发出了《寻找加西亚》的帖子 呼唤孔令贤 底下是一大片吐槽 公司部分主管 不聚焦业务 不善用人才 搞小团体 站队 跟人 政治斗争打压 不决策 乱决策 不作为 拍马屁 部分部门主管还是在捂盖子 搞政治斗争 极度贤能 拉山头 弄得大家无法聚焦工作 任正非看到后 签发了全公司邮件 暗语如下 为什么优秀人 才在华为成长那么困难 破格三级的人 为什么还要离开 我们要依靠什么人来创造价值 为什么会有人容不得英雄 华为 还是昨天的华为吗 盛泽举杯相庆 败泽拼死相救 现在还有吗 有些西方公司也曾有过灿烂的过去 华为的文化难道不应回到初心吗 三级 团队正在学习不要借冲刺搞低质量满广志 像昆山都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不是导向保守主义 而是让一些真正的英雄血脉奋章 脚踏实地 英勇奋斗 理论 联系实际 让这些人英勇地走上领导岗位 为什么不能破格让他们走上主观 为什么不能破格让他们担任高级专家与职员 为什么不能按他们的实际贡献定职 定级 电地英雄下吸烟 应在一百多个代表处形成一种正气 行不成正气的主观 要考虑他的去留 其实 就在该邮件签发的前两天 任正非先签发了这么一封邮件 我们要鼓励员工及各级干部讲真话 真话有正确的 不正确的 各级组织采纳不采纳 并没什么问题 而是风气要改变 真话有利于改进管理 假话只会使管理变得复杂 成本更高 因此 公司决定对梁山广 公号0037-9880 晋升两级到16A 即日生效 并不影响其正常考核与晋升 根据其自愿选择工作岗位及地点 可以去上演所工作 由邓太华保护 不受打击报复 原来 当年8月 这位叫梁山广的员工 在内部员工论坛和技术交流网站上实名举报 Natural UI部门将国外的一个开源UI项目焊化后 冲作自己的科研成果 任正非这封邮件 引起了华为员工的欢呼 一扫日渐沉闷的气氛和弄虚作假的风气 而邮件的结尾 由任正非亲自指定保护人 又说明华为内部打击报复的现象确实严重 多年以前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大声呼喊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 如果有一天 公司销售额下滑 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 我们怎么办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 在和平时期生的关太多了 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而且我相信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 盲目乐观 如果想过的人太少 也许就快来临了 居然 暗思威不是威严耸听 华为公司老喊狼来了 喊多了 大家有些不信了 但狼真的会来 今年我们要广泛展开对危机的讨论 讨论华为有什么危机 你的部门有什么危机 你的科室有什么危机 你的流程的哪一点有什么危机 还能改进吗 还能提高人均效益吗 如果讨论清楚了 那我们可能就不死 就延续了我们的生命 华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已经快要独孤求败了 任正非却觉得华为依然无比脆弱 是最危险的时候 道德经里有一段话 天下难事 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 必作于戏 是以圣人忠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父亲诺必寡信 多亦必多难 是以圣人由难之 故忠无难以 细细品味 任正非就抱有这样的心态 在华为2016年市场年终会议上 任正非再次放声大呼 泰坦尼克号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海的 与华为今天何其相似 沿着惯性 华为还有3-5年的高速增长 3-5年后呢 百年前生产 泰坦尼克号的贝尔法斯特 在工业革命中 何等的繁荣呀 匹兹堡 底特律也曾是世界中心 斗转星移 换了人间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华为也30年了 要想不死 就必须自我改革 激活组织 促进血液循环 焕发青春活力 从1987年到2016年 华为已经走过了30年 任正非依然忧心忡忡 虽然华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很多年 但华为依然有随时死亡的可能 将来的华为还能不能随时保持向死而生的奋斗心态 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第八章 我的世界没有第一 2018年后的任正非和华为第一节 30年大限 辉煌中的危机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二节 中美贸易战中的任正非 第二节 中美贸易战中的任正非 中美贸易战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了反复无常的川剧 变脸 大师 特朗普何以敢挑起中美贸易争端 乃至于向全世界开展 美国新经济只是赋了华尔街 实惠并没有落到美国民众头上 相反 他们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工厂外迁导致大批人失业 特朗普竞选时表示要雇美国人用美国货 让制造业回流给美国人带来工作机会 以此吸引到了大批选票成功入主白宫 特朗普给美国人民吹出了巨大的肥皂炮愿望 希望让制造业和资本回到美国 其实是在与大势作对 要赫令江河倒流 制造摩托车的哈雷公司想把工厂从堪萨斯城转移到泰国 特朗普就非常愤怒 表示这将会是末日的开始 恐吓哈雷公司会被征收前所未有的高额重税 前总统奥巴马就很清醒 那些已经离开美国本土的工作 再也不会回来了 Those jobs aren't coming back 就如同前几年大量外资工厂和中国企业迁往东南亚 不会再留回中国一样 资本和企业家天生逐利 绝不会受制于政治的胁迫和大众的祈求 特朗普只好另辟蹊径 美国优先 令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全球蔓延 在中美贸易长期逆差的背景下 以贸易保护为特色的保守主义将成为美国较长时期里的贸易政策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华为的民营企业性质并不会让进入美国的难度降低多少 华为要进入美国注定前路坎坷 但只要能进入 美国迎来的必将是铺天盖地的冲击 中兴事件给中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 没有核心技术 随时会受到上游公司的威胁 就没有底气跟美国公司叫板 只能乖乖地服从人家的判法 小时候 艰苦日子的教训 代理交换机被卡的经历 让人正非始终存着别人有不如自己有的想法 所以 市场要有 营业额要有 利润要有 管理要有 核心技术也要有 不然睡不安稳 所以 面对中美贸易战 华为虽然也受影响 也着急 但任正非不慌 他相信内外合规的华为 一定可以卖过这道坎 总有一天我们会反攻进入美国的 什么叫潇洒走一回 光荣走进美国 尽管屡遭阻截 2013年 任正非对于进入美国市场 依旧信心满满 豪情万丈 自信来自实力 也来自任正非 早有预感 早早做好了准备 2014年 任正非在 IP交付保障团队座谈会上讲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 未来一定会有一场知识产权大战 我们要构筑 强大的知识产权能力 来保护自己不被消灭 但我们永远不会利用知识产权去谋求霸权 当我们想从这里谋取利益 实际就开始走向死亡 两年后 任正非的预感更加强烈 他在市场年终会议上 给全体华为人提出要小心黑天鹅 未来三至五年 公司存在很大风险 华为公司必须遵纪守法 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 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 整个世界风云变幻 但是我们能确定自己遵纪守法 在世界各国都不要违反法律 子公司董事要敢于暴露问题 管理好内外合规边界 不要触犯规矩 不要行贿 不受贿 内部不要滋生腐败 对外不要触犯当事国法律 联合国法律 在敏感地区不要触犯美国法律 果然 2018年 危机到来了 4月 任正非面对记者的提问 非常淡然 影响是必然存在的 作为企业要慢慢去克服 这几十年来 我们不仅遵守各国法律 联合国决议 也尊重美国的域外管辖权 市场不买我们的产品 这是客户的选择 很正常 如果说 我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理由是什么 事实是什么 证据是什么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处理问题也最终会讲事实和证据的 我们没有错误 如果只是谣传或误解 不那么客观 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 有些人呼吁 具用高通芯片 以此反击美国 平等的基础是力量 任正非显然更了解实际情况 不会意气用事 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 看到差距 坚定地向美国学习 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 主导我们的工作 在社会上 不要支持民粹主义 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 至少不允许他有言论的机会 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 不能盲目乐观 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估计未来20-30年 甚至50-60年 还不能消除 美国领先世界的能力 还很强 但是 我们要将差距缩小到 我们要能活下来 以前这是最低纲领 现在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 成立于1985年的高通 只比华为大两岁 凭借其专利技术 成为今天市场上 难以逾越的壁垒 目前阶段 中国本土芯片的需求和供应 存在巨大缺口 中国企业不用高通芯片 是不现实的 2018年 华为计划购买高通5000万套芯片 我们永远不会走向对立的 我们都是为人类在创造 我们与英特尔 博通 苹果 三星 微软 谷歌 高通 会永远是朋友的 不为外物所动为静 不为外物所食为虚 有底气的任正非 并没有被中美贸易战打乱阵脚 华为的达芬奇计划 正按部就班的进行 之后 注定要在AI服务器芯片领域 挑战英伟达的王者地位 这就是任正非 有着长远的目标 却毫无骄横 和急功近利之心 有乌龟精神的谨守内心 持续努力 又有狼群的坚忍不拔 第二节 中美贸易战中的任正非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张节 第三节 下一个任正非 接班人问题 第三节 下一个任正非 接班人问题 2018年对华为来说是三十而立 华为也终于公布了最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名单 孙亚方辞任董事长 元监事会主席梁华接过率印 任正非卸任副董事长 其女孟晚舟接任 而轮值CEO制度也改为了轮值董事长制度 目前 华为新一届董事长为梁华 副董事长为郭平 徐直军 胡后坤 孟晚舟 常务董事为丁云 于承东 汪涛 华为董事会确定副董事长 郭平 徐直军 胡后坤担任公司 轮值董事长 任正非虽然仅仅担任董事 但他并未退休 依然对华为有着实际掌控力 老人治国终究是个大问题 华为将来也一定会迎来后任正非时代 任正非之后 谁能掌舵华为 带领这艘航空母舰继续走向胜利 2013年 华为就有过接班人的传闻 各种阴谋论满天飞 任正非不得不在员工代表大会上做了专门澄清 公司不是我个人的 因此 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 而是大家说了算 华为的接班人 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视野 交易 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 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 而且具有不顾不自封的能力 华为的接班人 还必须有端到端对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 物流 资金流 简化管理的能力 这些能力 我的家人都不具备 因此 他们永远不会进入接班人序列 任正非 并不会沿接班人问题 在他看来 接班人会自己诞生 不用挑选 如何能够培养一批优秀干部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站到第一线去 这是我们的命题 因为华为迟早要面临接班问题 人的生命总要终结 华为最伟大的一点是 建立了无生命的管理体系 技术会随着时代发展被淘汰 但是管理体系不会 只要坚守了管理体系 接班人是谁 问题并不大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冲上来 最后就看谁能完成这个结果 谁能接过这个重担 将来就由谁来挑 接班人不是为权力 金钱来接班 而是为理想 为社会做贡献接班 只要是为了理想接班的人 就一定能领导好 就不用担心他 如果他没有这种理想 当他捞钱的时候 他下面的人 很快也是利用各种手段捞钱 这公司很快就崩溃了 这是任正非给华为塑造的一条可持续的不断自我进化的未来之路 多年前 任正非就曾很有自信地说 相信华为的惯性 相信接班人的智慧 这就是华为的惯性 也是华为的大事 更是任正非的自信 退休之后做什么 几年前 任正非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我人生最喜欢的事情 并不是电子 我也不是学电子的 我的人生目标 其实就是开个咖啡厅 但是要高档一些 或者一个餐馆 或者一个农场 这是一个很小的资本圈 我喜欢哪个干部 就把哪个干部提高一点 自己说了算 比如说 让他做店长 让他在农场管牛 什么时候退休呢 任正非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 我哪一天退休 取决于接班团队 他们哪天不需要我了 2017年 任正非提出从铁的奋斗洪流中 选拔成千上万的接班人 破格提拔四千家人 这样经过两三年 在竞争和冲撞中 就会有一批有视野 有战斗力 有魄力的小接班人出现 之后慢慢成长为大树 将来的事情 交给下一代人自己去解决 希望我们能够见证华为在将来 开创新的胜利 第三节 下一个任正非 接班人问题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九章 任正非讲给年轻一代的话 第一节 任正非谈创新 第九章 任正非讲给年轻一代的话 我们也绝不在困难面前退缩 也不在负义论中犹豫 不然大军突然转向会一片混乱 千军万马必须谋定而后动 大战役也无觅可保 我们现在就是征求意见 方向对不对 时间是不是到机会点了 二十多年来我们储备的能量够不够 战略后备部队的前仆后继有没有准备好 有没有挫折时的预案 即使有了正确的战略 我们现在的各级主管与专家有没有胆略 当然 我们也会在行进中不断完善 从机制和制度上 全面构建自我批判的能力 通过自我批判不断纠正方向 特别是决心形成的未来两三年中 我们会不断地听取所有批评 不断纠骗 我们的组织变革 流程变革要支持我们的战略 变革应使实现目标更简单 更快捷 更安全 胜利鼓舞着我们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因为我们的面前是蚊子龙卷风牵手 背后是十几万英勇的员工 我们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2016年5月30日 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报告 第一节 任正非谈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过去是靠正确的做事 现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 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冒风险 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 我们只允许员工在主航道上 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 不能盲目创新 分散了公司的投资与力量 非主航道的业务 还是要认真向成功的公司学习 坚持稳定可靠运行 保持合理有效 尽可能简单的管理体系 要防止盲目创新 四面八方都含响创新 就是我们的藏歌 作为大企业 首先还是要延续性创新 继续发挥好自己的优势 不要动不动就使用社会时髦语言颠覆 小公司容易颠覆性创新 但作为大公司 不要轻言颠覆性创新 公司现在也对颠覆性创新积极关注 响应 实际是让自己做好准备 一旦真正出现机会 我们就要扑上去抓住机会 华为坚决不能有激进的改革 任何东西都有继承性 要缓慢地改变 存在就是合理 我们不要用理想化的改革 乱变动现实 我一贯是改良 而不是改革 我们可不要再幻想 彻底推倒一切重来 这是口号 不是真正的商业模式 实践制的改革是不会有效果的 我不在乎别人如何改革 我们不能这样做 只有安静的水流 才能在不经意间走得更远 我们人的思维就是一根一根的线 如果做一件事总结一下 就等于打了一个结 多打几个结就是一个网 就可以用来网鱼 人生多研究 多总结 打的结就越来越多 就是一张大鱼网 可以网大鱼 当我们一家独大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死亡之时 要成长为对有伤的千千君子 我们要用千千君子的风度 与世界合作 心胸有多宽 天下就有多大 这个时代 如果说我们系统能够做很好的开放 让别人在我们上面做很多内容 做很多东西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大家共赢的体系 我们没能力做中间建 做不出来 我们的系统就不开放 是封闭的 封闭的东西迟早都要死亡的 我们不强调自主创新 我们强调一定要开放 我们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去摸时代的脚 我们还是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 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 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 解决人们的生存 幸福问题 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科研本来就是试错的过程 没有试错哪会有创新 创新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每次创新都会成功 那也就不是创新了 所以能够创新成功的项目 本身就少之又少 一旦成功也就是天才了 我们鼓励创新 就要接纳创新失败 如果一旦失败或者犯错 就被淘汰或被贴上标签 就不会有人敢去创新 华为会包容创新上的失败 不会因为失败而否定大家 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 创造具体的财富 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 虚拟经济是工具 工具是锄头 不能说我使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样了 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 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我们还得发展实体企业 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 需要为中心 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 第九章 任正非讲给年轻一代的话 第一节 任正非谈创新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二节 任正非谈奋斗 第二节 任正非谈奋斗 主观要有主动求战 求胜的欲望 要有坚如磐石的信念 具备坚强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 美国的两个主力作战师 101师和82师 为了争夺荣誉 士兵甚至会打架 如果大家平稳成一碗水 看似很理性 但是没有活力 这样的主观就要被淘汰 主观一定要有自豪感 荣誉感 一定要胜利 抢占上甘领 主观首先要剃头宣誓 誓死奋斗 我们的主观剃个头 嗷嗷叫 枪一响 上战场 谁会不跟你冲 跟我冲与给我冲 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方式 以后要先找到领头人 再立项 没有合适的人 别立项 我找一个主观说 你来干这个项目 主观一上来先讨价还价 这样是不能做出世界一流的产品的 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 除了AIDS 集成财务转型 财经从头打到尾以外 很多改革都是改到一半 改革者跑了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 以后不允许机会主义者在我们公司担责 华为价值评价标准 不要模糊化 坚持以奋斗者为本 多劳多得 你干得好了 多发钱 我们不让雷锋吃亏 雷锋也要是富裕的 这样人人才想当雷锋 在人生的路上 我希望大家不要努力去做完人 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 用于改造缺点 等你改造完了 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 我们所有的辛苦努力 不能对客户产生价值 是不行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优点的发挥 当然不是说不必去改造缺点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完人的心理负荷太重了 大多数抑郁症的患者 包括精神病患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 在社会中是非常优秀的人 他们绝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得不了这个病 就是因为太优秀了 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了 这个目标实现不了 而产生了心理压力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出伟大的业绩来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现比较现实的目标 这样心理的包袱压力才不会太重 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当然这个信心 包括活下去的信心 生命的信心 没有正确的假设 就没有正确的方向 没有正确的方向 就没有正确的思想 没有正确的思想 就没有正确的理论 没有正确的理论 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 抓住了战略机会 花多少钱都是胜利 抓不住战略机会 不花钱也是死亡 节约是节约不出华为公司的 我们年轻人不仅仅要有血性 也要容许一部分人温情默默 工作慢条思理 执着认真 做好杯的工作 一切为了胜利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这就是狼狈合作的最佳进攻组织 第二节 认证非谈奋斗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三节 认证非谈人才 下一步人力资源的改革 欢迎懂业务的人员上来 因为人力资源部门的人 如果不懂业务 就不会识别哪些是优秀干部 也不会判断谁好谁坏 就只会通过增加流程节点 来追求完美 我们要不拘一格的选拔 使用一切优秀分子 不要问他从哪里来 不要问他有何种经历 只要他适合攻击上甘领 各部门 各专业 各类工作 不要误解为只有合同获取才是上甘领 我们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 求全责备 优秀人才就选不上来 完人也许做不出大贡献 精英 我们不要理解为 仅仅是金字塔塔尖的一部分 而是存在于每个阶层 每个类别 有工作的地方 就有精英 做面条有面条精英 汉街精英 咖啡精英 支付精英 签证精英 仓库精英 少年强则中国强 华为也要有少年英雄 要让有朝气 有活力 敢闯敢干的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 霍去病是中国最有名的 征锡将军 打完江山才二十几岁 对比研发目前的直级 你们给他这个年纪的人定 多少级 17级吗 他应该是上将军 17级才相当于校官 深圳有一个学生 14岁读大学 现在是MIT的博士 他已经在Nature上 发表了两篇 关于石墨西的论文 这样的人才如果招到公司 能不能给他19级 20级 现在研发团队 19级员工平均年龄 居然接近40岁 这样升级的速度太慢了 要设法改变 现在升级速度慢 说明我们没钱 招到领袖来就能多赚钱 多赚了钱 怎么就不能给少年封个连长 如果少年英雄到不了华为 就是我们的机制有问题 直级低的年轻人 也可以当主官 管理直级高的人 我们不提倡论资排辈 我们需要的是能带领部队 冲上上甘领的人 17级 18级 19级 是主力作战部队 要将他们放在主力作战岗位上 担任主攻任务 不要把他们拉去搞非生产力的活动 要敢于早一点 把合适的人提到相应的位置上 优秀的人员应该在30岁左右 升到17至19级 我去了一个代表处 听说这个代表才26岁 一年升了4级 升到18级 非常鼓舞士气 我很高兴人才被出 破格提拔就是这样 新生力量不断上升 代表着一种正气不断上升 在高速发展时期 我们提倡才得兼备 有很多有才干的人 我们还没看清楚 就把这匹千里马 关到猪圈里 猪圈是不可能产生千里马的 所以 一定要让它先跑 一定要让它去干 不给它提供这样一个 充分发展的环境 是不能判别 它在这种环境中 是否经受得起考验的 所以 必须把人放到实际环境中 去锻炼 去改造 去加强修养 华为在未来的云里面 不知会冒出来 多少你看不见的领袖 别打击 说不定 这个人就是烦 高 就是被多分 我们正走在大路上 要充满信心 为什么在小路上走的人 我们就不能容忍 谁说 小路不能走成大路呢 你想要做霸主 就要荣得天下可容纳的东西 你们要容忍在核心网里面出现异类 第三节 认证非谈人才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四节 认证非谈管理 第四节 认证非谈管理 让听得到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 一定要大道质减 一定要分层 分级授权 使管理标准化 简单化 一定要减少会议 简化考核 减少考试 不能用学生室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 更不能按考试得分决定 薪酬 主要精力要集中在产粮食上 按贡献评价人 光是物质激励 就是雇佣军 雇佣军作战 有时候比正规军厉害得多 但是 如果没有使命感 责任感 没有这种精神驱使 这样的能力是短暂的 只有正规军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驱使他们能长期作战 我们常常说 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方向 节奏 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 一个清晰的方向 是在混沌中产生的 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的 方向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的 它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 并不是非白即黑 非此即彼 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 是使各种影响 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内的和谐 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 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 明智的妥协 是一种让步的艺术 妥协也是一种美德 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 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 只有妥协 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 否则必然两败俱伤 因为妥协能够消除冲突 拒绝妥协 必然是对抗的前奏 我们各级干部 要真正领悟妥协的艺术 学会宽容 保持开放的心态 就会达到灰度的境界 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走得更扎实 宽容是领导者的成功之道 任何管理者都必须同人打交道 有人把管理定义为 通过别人做好工作的技能 一旦同人打交道 宽容的重要性立即就会显示出来 人与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所谓宽容 本质就是容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不同性格 不同特长 不同偏好的人 能否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 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 宽容别人 其实就是宽容我们自己 多一点对别人的宽容 其实 我们生命中就多了一点空间 宽容是一种坚强 而不是软弱 宽容所体现出来的退让 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无奈和迫不得已不能算宽容 我们在管理上永远要朝着以客户为中心 聚焦价值创造 不断简化管理 缩小期间费用而努力 任何多余的花絮 都是要由客户承担支付的 越来越多的装饰 只会让客户远离我们 因此 我们必须明确任何变革 都要看近期 远期是否能增产粮食 强化内部管理 扎扎实实 建好大平台的五脏六腑 才不会得癌症 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 修万里长城 中间就不能随心所欲 抽掉任何一块砖 每块砖都要结实 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当期就挣钱了 踏踏实实地把基础做好 长城上空飘着的云 风一吹就散了 做不做或做多少 都没那么严重 华为千万不要把自己虚化 我们要静下心来 集中优势 将大平台的五脏六腑做扎实 就可以有战略性的 不可替代 否则要是得了癌症 必死无疑 企业经营者需要特别关注盈利 企业如果没有盈利能力 就无法获得持续的注入 也就无法获得有效的发展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企业内部的一切都是成本 每一个目标都存在着风险 甚至存在着大出血的危机 如果项目目标本身无法盈利 无法用自己的绩效 来支撑自己的发展 企业就会很容易处在一种 岌岌可危的状态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四节 人正非谈管理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五节 人正非谈未来 我们一定要做到网络极简 实现急速 宽带 视频引领这个世界极致体验 关注车联网技术开发 能源要聚焦于做好部件 无人驾驶 我们不可能称霸世界 称霸世界一定要掌握数据 我们没有优势 我觉得聚焦在车联网上 可能还可以称霸 车联网技术要开发 利用车联网实现无人驾驶 是其他公司的事情 能源方面我们要往小功率做 往手机里做 往模块里做 来实现赶超 公司原来投资分散有我的责任 EMP批评我讲过的话 说只要有更高利润 能养活自己就行 我检讨 过去的是我承担责任 笔记本电脑要走向高端化 减少低端化 重视低端手机 这个世界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穷人 有商低端手机 有穷人市场 不要轻视他们 华为也要做低端机 我们的老产品 沉淀下来 可能就是低端机 未来二三十年内 世界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 这个革命的特征 第一 石墨烯等 黑磷磷的出现 电子技术发生换代式的改变 但是石墨烯没有实用之前 我们其实在硅片上也是可以用叠加 并连的方案来突破物理极限 第二 人工智能的出现 造成社会巨大的分流 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变化 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 简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需要了 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素质 所以教育很重要 当人类社会适应人工智能的时候 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没有工业成本差距 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 我们如果要赶上新时代的改变 首先要改变教育结构 一定要让孩子们都有文化 有知识 懂专业 会操作 第三 生物技术的突破 将会带来巨大的信息社会变化 而且这个边界会越来越模糊 当母语的边界也模糊的时候 连物理的边界也会模糊 在这个时代 我们不仅要重视统计学 系统工程 控制论 神经学等各种专业 还要更重视哲学 因为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这些学科都要发挥巨大作用 而不是以单纯的机械技术观点发挥作用 学哲学 不会马上体现出商业价值 但就像东北的土地 如果不开垦 不播种 黑土地就是黑土地 哲学是黑土地 系统工程 统计学等 这些都是黑土地 过去二三十年 人类社会走向了网络化 未来二三十年是信息化 这个时间段会诞生很多伟大的公司 诞生伟大公司的基础 就是保护知识产权 否则就没有机会 机会就是别人的了 未来二三十年 人类将进入智能社会 面向新的时代 华为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华为现在的水平上 停留在工程数学 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 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 随着逐步逼近相农理论 摩尔定律的极限 而对大流量 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 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 找不到方向 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 没有理论突破 没有技术突破 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 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 处于无人领航 无既定规则 无人跟随的境地 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 高速度 会逐步慢下来 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任正非 除了胜利 我们已无路可走全书 已分享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书 请您购买原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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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